美奧官員表示 美國支持的富爾德戰鬥人員 捉獲了兩名逃亡的伊斯蘭國組織英國籍的成員 他們是以酷刑折磨 並且是斬首西方人的四人恐怖分子集團的成員 美奧國務院的聲明說 這兩個人分別是亞歷山大科泰和沙菲謝克 他們是伊斯蘭國行動人員 據說擅長酷刑 有關官員說這兩個人的活動基地 在伊斯蘭國曾經自稱在敘利亞的首都拉卡 美奧國務院的聲明說 敘利亞民主軍今年1月 在敘利亞東部是捉獲了這兩個人 敘利亞民主軍的發言人向法新社證實了捉獲了兩個人的消息 他說亞歷山大科泰當時正是企圖在土耳其一側的朋友 和聯絡人的協同下逃往土耳其 但他此刻已經被拘捕